嘉賓 可謙 同情 那一個是現代 DLS 基因記憶揮出 主旨 瑪麗歐奧迪托雷 登记1454年 意大利蒙特里久尼 我想把这东西弄出蒙特里久尼 不管它是什么 我的兄弟知道该如何处理它 当我带着这箱子离开密室 他不断的跟我说话 我才不予理会 不要动 他要求道 而我加快了我的脚步 沉淀你的心灵 我不确定今天之后 我是否还会有心灵平静的一天 你会被治愈的 他如此承诺 我的伤口已经直显 这到底是什么 他试图在我脑中尖叫以让我晕眩 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这声音似乎没有敌意 虽然相当急促 或许他只是希望提供治疗 但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完成了 我把该死的东西藏在别墅里 很快乔瓦尼就会来到这里并取走他 现在是兄弟坏的问题了 他为什么不要治疗啊 上一次是讲到什么东西 打起来吗 治疗不好吗 我为什么会两天看到了 我怎么做 我以为你不断 你不想建议